如何快速的把两个数据顺序不一致的表格合并到一起去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呢是这些人的考试成绩啊 语文书学英语 然后呢同样呢在另外一个表格里呢 还是这些人的考试成绩 然后呢是体育物理历史 这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的类型对吧 那我现在是想要把这个同样的人考试成绩呢 给他挪到前面这个表格里面去 就是合并到这里来给他放这 对吧 那这个怎么去合呢 那有东西说富士粘贴呢 不行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名字顺序不一样啊 乱的 你不能直接复制粘贴 你也不可能一个个复制贴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vlookup函数去调取数据 把它读取过来 OK 注意看怎么用的啊 首先呢我们去把表里面这个标题啊 给它复制过来 当然呢你不复制也可以就直接 自己手动打 打在上面也是一样的啊 注意看这个函数在这个例子里面怎么用的啊 数据等于vlookup函数 那么低参数呢就是说 查找的条件 根据什么来查找呢 啊 他们名字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根据名字来查找 所以说第一参数是姓名 逗号 输入逗号以后进入第二参数 第二参数就是说 查找的数据区域在哪里 那么我们是根据名字来找数据的 所以说要到另外一个表格表2里面选择框选数据范围 也要从名字这一列开始框选 注意哦 自己举一反三啊 然后选择 然后呢再给个逗号 然后呢 你想要读取的数据是哪一列呢 我们是要读取体育的成绩 对吧 那体育是在框选数据的第几列 这边是第一 这边第二 第三第四 所以说这个什么 2 给个2就可以了 然后呢 逗号 第三参数写个0 0什么意思呢 精确匹配的意思 然后确定 那么体育成绩就读取过来了 往下填充公式 那后面的物理成绩 历史成绩怎么弄过来呢 那这里呢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你就不要写什么其他函数了 就直接复制一下 公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公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当然呢 还要改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第第三参数是2 对吧 那物理成绩是在哪里 你看 1 2 3 它在第3 那这个呢 第4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中间呢 把这个参数改一下就好了 这里呢 我们改成3 然后呢 确定 往下填充公式 那这里呢 就是给它改成4 就是它的数据在第4里嘛 所以说确定 这样呢 对于新手来说比较方便 你就不用刻意的去琢磨 为什么做什么引用方式 OK 学会了吗 点个赞了